来 中秋节快乐 是跟创世合作第14年 连续的第14年 所以大家在配合上面都很好 因为我们机动场的所有的员工也非常有爱心 所以持续的在做这一间有公寓 有一些这个爱心的活动 我们也因为希望说借由这次的活动 能增加一些我们创世对植物人的一些帮助 所以我们也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各企业 能够一起来做一个响应 分院代理副院长表示 基隆分院目前共照顾46位植物人 光尿布一年就需要17万片 不过受到疫情冲击 不但物资与捐款雪崩式下滑 物价上涨更导致照顾成本提高许多 幸好有台船方面坚定的力量支持 让他们相当感激 那我们植物人的服务是不能够间断 所以必须持续下去 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台船的基隆厂的福利会 然后我们的蓝主委 就是预购了我们中秋的柚子礼盒 那就是帮我们订了410箱的柚子礼盒 然后送给同仁这样子 那让同仁就是回家的 就是中秋节团圆的时候还可以带着美食 回去跟家人分享 那也可以就是做一份爱心 创世方面强调 植物人安养照顾不能停 呼吁社会大众帮忙 每月定期捐助1650元 或随喜乐捐皆可 协助植物人家庭让爱延续 台船送爱 保佑植物人 记者张旗腾 记者张旗腾 记者张旗腾